噢 好怕 今天要吃什麼呢 炎炎夏日大家是不是都喜歡吃一些冰冰涼涼的東西 但是呢我今天要反其道而行 我今天就要吃一些熱熱的辣辣的東西 讓夏天來的更猛烈些吧 然後今天呢不是單純的吃播 想要給大家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你們好不好奇我拍吃播之前都會做些什麼 今天呢就來給大家扒皮一下吃播的秘密 剛剛素面朝天的我 我的眉毛好像不見了 現在是12點多我剛睡醒我現在要準備錄視頻了 然後今天的視頻呢想給大家不一樣的感覺 想要錄說我從錄視頻之前的準備到錄完視頻之後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我正在糾結我今天要吃什麼 想吃點辣的東西 所以我要先點個外賣 不然很想吃田基想吃那種 就是可以邊吃邊烤那種 所以我現在先點一下好嗎 拍吃播之前如果不是自己煮的話 我就會先叫外賣 好啦我現在第一部外賣已經點完了 再等外賣的時候呢 接下來我就要開始化妝了 好啦我現在要開始準備化妝了 因為今天要吃炭烤牛啊 那種邊烤邊吃油油辣辣的東西 所以今天的底妝很重要 什麼粉底持妝效果夠厲害呢 登登登 這是亞式蘭黛的Double Wear 終於還是入了它的坑 前陣子一直很想換一款高遮瑕 然後又持久粉底液朋友都推薦它 因為我又長期的 處於南方那種潮濕濕熱的天氣 所以其實一到夏天我的皮膚會變成混油 就是T恤跟鼻子這邊會泛很多油 而DW剛剛好滿足了我所有的需求 我這裡還有一支亞式蘭黛王牌DW粉底液同一系列的專業遮瑕產品 那就是他們的遮瑕巨頭 今天就用這兩個來打造一次完美無暇間 因為我最近一直熬夜嘛 所以其實我黑眼圈有點重 然後眼角這邊的斑也一直都很重 眼睛下面有暗沉什麼的 我們現在開始上遮瑕 它這款遮瑕棒呢是高遮瑕 而且也不拔幹 然後它這個頭呢是海綿頭 就是它是可以大面積塗抹也可以小斑點塗這樣子 首先我們黑眼圈的部分就是在眼角下面畫個V 就會比較好遮 然後再用沾濕的海綿蛋 然後輕輕鋪開 我這個色號是2W 就是比較適合遮黑眼圈 斑點的部位呢就可以先點塗一下 然後用手指拍開就好 怎麼辦 我的臉上看上去是不是很腫 因為我剛睡醒 對我現在遮完效果 其實我黑眼圈已經看不太出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遮瑕完之後就開始上粉底 我用的色號是2C0 我覺得它這個色號比較適合我 自然偏白的色號 然後我在這邊要重點跟大家說 DW的上妝手法很重要 因為它是那種素乾型的粉底液 所以要採取分區的上妝手法 就是你不要整張臉塗完 你要先從臉頰 然後再額頭跟下巴 知道嗎 點塗完之後要趕緊用海綿蛋快速的拍開 然後你們現在看 我現在已經上完薄薄的液層 有沒有覺得其實兩邊臉對比是很明顯 這邊膚色很均勻 它已經是一個啞光清透效果 我這邊的一些毛孔啊 黑頭還有一些小瑕疵 它是已經是看不見的了 而且完全沒有很厚重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把另外一邊也上完 哈嘍我現在整張臉上完 有沒有瞬間有種磨皮的效果 然後特別是你們仔細看 特別是黑頭 其實它是完全已經看不見了 除了這個是比較大個的斑點 因為其實我平時斑挺多的 瞬間磨皮效果 無瑕肌立刻擁有 有沒有覺得很屌 然後我們現在上完底妝之後 我要接下來上其他部位的 其實我現在磨了磨皮瀏海之後 我根本就很少畫眉毛 因為它蓋住了 完全看不到 但是我還是要畫一下 畢竟我是精緻女孩 我用的是花西子的眉筆 我覺得這個眉筆挺好用的 很稀 有了眉毛之後瞬間 我整個人很精神用用 因為我的髮色原因 我把眉毛漂了一下 就變得很淡 畫眉毛之後開始畫眼妝 我用的是CLEO的01盤 然後我現在眼影畫完了 每次都是有紅色系 然後是這邊我給大家吐槽一個 這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長這樣 我是在網上賣的 然後說是什麼睫毛語音 然後塗完之後睫毛會很翹 我塗完之後睫毛超塌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東西簡直就是垃圾 不是我說我說 突然就罵起來了 然後睫毛膏用的是越濕風影的 好啦我現在妝全部畫了 其實我妝化妝超快的 15分鐘就好 然後這時候我要塗染唇液 這是我每次拍吃播之前都會塗的 因為這個不會掉 所以每次吃播都是這個色號 它是這個牌子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你們看一下 然後色號是2號 好啦我現在妝全部畫完了 我要準備去弄頭髮了 對 自從姐很平溜海中 每次都要弄黑色 好啦現在頭髮弄好了 我要換衣服 我懂我的外賣來了 Yeah 哈囉我的外賣終於來了 天啊 我點了炭烤牛蛙 這要怎麼吃啊 哇塞 然後這兩個就怎麼 這個你們在家裡用的話要小心點喔 拆好的酒精 現在這個好方便喔 其實每次吃播之前我都要做很多準備工作 哇我的炭烤甜雞 天啊 我還點了一份水煮肉片 完蛋了這要怎麼弄 天啊超熱我的媽 它下面那個火超猛的 然後我點了炭烤甜雞還有水煮肉片 那我們現在開始吃吧 火要熱死了 今天的吃過就不要太正經 跟大家閒聊一下好嗎 我要準備米飯 看到了吧 哇好辣 好好吃好久沒有吃甜雞啊 牛蛤 牛蛙 牛蛙 還點了水煮肉片 我在水煮肉片叫他給我多加很多辣椒 好辣椒 我第一次在家裡吃這種 它火超猛的 邊烤邊吃 我真的很久很久沒有吃甜雞了 我真的很久很久沒有吃甜雞了 哇好好吃 炭烤牛蛙 我的天 好辣 有不吃甜雞的人嗎 有不吃甜雞的人嗎 我求求你們去吃吧 超好吃 真的喔 黃瓜 我還加了花菜 它這個甜雞是先去炸過 然後再烤 你們是喜歡看人家叫外賣還是喜歡看人家自己做啊 有時候都不太懂 有時候搞不清楚你們喜歡的點 啊好好 好辣 但是我覺得你們好像比較喜歡我拍一些 日常巷的飾品 松果類的 Brog或是油漆梅巴那種 是嗎 天啊他這個臉皮一起炸肯定很好吃喔 好辣 太好吃了喔 沒有吃到花椒好嗎 我吃到花椒好嗎 我吃到花椒好嗎 最新的第一頓飯 哇 我又流汗了 但是 小孩子不要再加點這個 沒有大人在旁邊 因為它下面那個火挺豔的 你們覺得哪個牛蛙品牌比較好吃 老佛爺 老佛爺達 還有嗎 我好像只知道這兩個欸 然後無間就是有個湧蛙 但是田徑一定要煮熟吃喔 不然會怕有進身口 所以我覺得這個燙烤的不錯 可以煮很久 我平常 如果我拍吃播 要嘛一天會錄兩個 要嘛就是 一天錄一個 然後我那一天就不會再吃其他東西了 所以 有時候 我經常看評論你說什麼 說我是不是背著你們偷偷鹽肥 我沒有背著啊 我一直都在很認真好嗎 但是就是沒有瘦 一直都在很認真地維持體重 因為真的沒有人吃不胖你們 你們知道嗎 大家都吃得胖 除了極少數人 不容易吃胖 保持不胖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做人的原則就是 既然要吃我們就要開開心心盡情地吃 好燙喔 好燙喔 這有辣又燙我嗎 我覺得我的 瀏海都變油了 它那個好像滅了 因為已經燒完了 我現在覺得我 我現在覺得我 臉上都是汗 它這個好多 有三肌好像 它這個牛肉有三筋嗎 三筋還是四筋 沒有到四筋吧 吃了半天還是吃不完 想到過段時間回澳門我就不能自由自帶了點這些外賣了 嗯 為什麼 你們很貴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很貴 哇 哇 我吃飽了 我的天 太熱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探烤牛肉要吃到這邊囉 然後 啾 啾 對 沒有結束 因為我還要繼續給你們拍我錄完吃播之後的一整天的狀態 我真的要熱死 我一般吃完之後呢 我就會先做一會 因為我要收這些 等一下喔 等一下 把剩下的一些我要吃的配菜 撈起來 晚點吃 對我不是這種浪費的人 撈一下撈一下 然後這個就是我會放著晚上吃或是明天吃 我覺得應該是明天吃 青菜可以隔夜嗎 把一些肉什麼的撈起來 因為剩的還蠻多的嘛 我一個人沒辦法吃這麼多 不過這家田雞真的啊 肉好多喔 光鮮料液的背後總是有這些瑣碎的事情 然後把東西收好之後 再去扔垃圾 哈囉同志們 我現在收拾完東西 吃了滿頭大汗了 而且口容掉光了 然後我現在開始剪視頻了 妝待會再卸吧 畢竟它現在還這麼完美 除了剛剛吃東西嘴角這邊有點掉以外 其他都還是非常的完美 有沒有 而且剛剛還流了很多汗什麼的 也沒有浮粉什麼的 很老 不錯 阿勒 同志們 我現在視頻剪得差不多 我媽已經很晚了 真的有時候剪視頻剪得剪就是會忘記時間 我現在要準備趕去卸妝了 哈勒我要準備卸妝了 不得不說 低導臂露持妝效果還是真的挺好的 除了我 因為剪飾品有時候剪一整天 T區其實很容易出油的 現在就只有鼻子這邊 有點油 但是臉頰啊 都還挺好的 而且完全沒有暗沉的感覺有沒有 還是特別的亮 亮亮的 如果可以素顏拍飾品就好了 就省的化妝 但是不行 偶像包袱很重 還是要眉眉的 天啊 卸完底妝我黑眼圈好重啊 不過我之前一直沒有買DW原因是因為 它的遮瑕能力不是很強嘛 然後我朋友推薦我 叫我去買的時候 我都有點猶豫 它遮瑕能力那麼強 應該會很厚吧 之類的 但是其實是我錯怪它了 因為我後面用了之後呢 我發現其實它並沒有說真的很厚重 它整個妝效都是那種比較清透的狀態 現在卸完妝也沒有那種悶痘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還是原來那些斑點跟黑眼圈 為什麼今天覺得我黑眼圈這麼重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啦 同志們我洗完臉 洗完澡了 又回到了我肥宅的狀態 今天呢吃得非常滿意 我覺得夏天就是要吃些這種 活辣辣的東西才會更適合夏天 不知道今天這支視頻的效果出來如何 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類型的視頻 就是博主拍視頻呢經常就是會花一個 一天的時間或兩天的時間 然後拍出一個10分鐘或20分鐘的視頻 對就是比較無聊 非常枯燥 但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最後呢還是要誇一下DW的粉底液 它真的就是非常持妝 非常持久 油皮的親媽 任何場合用 其實都是一個保穩的粉底液 夏天流汗它也不怕 我今天吃東西真的是超熱流 超多汗它都還是非常的持久 非常的完美 真的就是一個真正的持妝大王 而且現在很多人啊 他們都會通宵啊 熬夜啊 像我這個老阿姨就熬不起 所以有時候出去玩玩很晚的話 脫妝真的是會很尷尬 DW的話呢就真的是一個舊型啦 對 好啦以上就是我這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啦 我要準備躺下 如果你喜歡這支視頻的話請幫我多點個讚 並且訂閱一下頻道 關注一下我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希望你喜歡這支視頻 掰掰